接下來跟各位說的原因是 地下水的流動非常的緩慢 它流的很慢 高化地區每年流的一公尺到四公尺 所以現在在這裡能夠看得到的地下水 挖得到的地下水 可能是千年前百萬年前十萬年前百萬年前 慢慢慢慢慢慢流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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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來了 以後就下去然後慢慢慢慢倒出來 所以它的流動非常的緩慢 也因此它的更新周期很長 雖然雨下雨下得很多 好像往下伸很多 只要慢慢慢慢的下去 所以它要整個的換新周期很長 要一千多年 一千多年 OK 這樣全部更新掉 更新掉 那因此這兩件事情造成兩個結果 第一個結果 用完就沒有了 如果你今天開了一口井 然後抽動井水 用太兇把井水弄到乾 沒有了 在你有生之年 這個井都是乾的 你說老師還是會下雨啊 還是會腎啊 還是會流過來啊 對 可是那要非常的久 非常的久 所以在你有生之年 你活個一百歲吧 兩百歲好不好 它沒有辦法再出現 所以如果你把這個井弄乾了 在你有生之年它都是乾的 它不會再有水 第二個 弄髒你就完蛋了 弄髒你就毀了 你地下水 我講話是 儲存在岩石的孔隙中 地底下就是石頭 不是一個大洞裡面裝滿了水 如果是一個大洞裝滿了水 那如果有髒掉 你就鑽個洞下去 然後撒一點藥 喇喇也讓它變乾淨就好 它不是 它就是石頭 你根本沒辦法做這件事情 你根本不能這樣做 沒有辦法 沒有關係啊 水會流啊 等它自然更新就好了 可以等一千年 等一千年 讓它自然更新 所以 對你而言 弄髒就毀了 沒救了 RCA這個已經倒閉的公司 在桃園 污染地下水 種出來到此都含隔量過高 叫隔米 種精準的量過高 不能吃 我們只有一招可以用 修根 不中 因為只要種它就是 含隔量過高 所以我們只有這一招可以用 修根 不中 不中 所以這告訴你 因為我流動緩慢 因為我自然更新 週期很長 所以第一個 用完就沒有了 第二個 弄髒就毀了 就沒救了 弄髒就毀了就沒救了 所以你要小心 不要污染到你的地下水 那不然你就完蛋了 至少以目前的科技 所以人家說完蛋了 沒救了 沒辦法再說 沒辦法做什麼處理 就只有它這樣張在那邊 等它自然而然的變乾淨 所以要告訴你 它的流動更新 OK